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把自恋者为什么要操控 剥削别人的根本原因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还不太明白自恋者 操控别人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那么请你一定不要错过本期内容 我也非常感谢我个案的分享 那好 首先是爱情轰炸期 如果对方是脆弱性自恋者 无论男女 他们会通过卖惨 来试图唤起你的拯救欲 或者保护欲 甚至给他提供一些好处 通常情况下 他们会不断抛出各种大大小小的 他们认为很惨痛的事件 说给你听 因为他们解决不了 或者不知道如何解决 让你来想办法替他们解决 我曾说过自恋者本身是匮乏的 那他们的匮乏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简单归纳为 认 情 意 那认呢代表认知 意识水平 人如果在这个地方匮乏呢 会表现出缺乏常识啊 对很多事物的理解 以偏概全啊 或者非黑即白啊 没有智慧啊 注意我没有说聪明啊 我说的是智慧 而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啊 容易人云亦云啊 好 第二 情 情绪和情感 人如果在情绪和情感上匮乏 会表现出情感麻木 而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对痛苦的承受力 可能会异于常人所能接受的范围 甚至造成竖情障碍等等 好 这里代表行动力和意念 人如果在意念和行动力上匮乏 你会发现他们做事经常拖延 没有行动力 没有目标 犹豫不决 无法下决定 甚至需要别人为他们做决定 还有就是只说不做 都算是行动力上的匮乏 好 那么既然自恋者在以上三点都是处于匮乏的状态 因此他们的确有可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知道如何解决 如果你又理解他们 又能同理他们 那么你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 甚至替他们想办法 对吧 因为重庆他们 那如果自恋者是女性 总是表现出自己内心没有力量 非常脆弱 而男性天生又有保护欲 那么就很容易在一来二去的拯救和被拯救中 开始暧昧不清 同时和对方形成了创伤性连结 如果大家有发现自己就这么掉进去的 请你们抠一 同样的 如果对方是男性 也会用类似的方法 来以又非常有同理心的女性 去替他们解决问题 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让你被拉入他们的陷阱里 当然也有一些自恋者 他本身如果出于社会阶层地位比较高的 他比你有钱 那你作为女性 出于相较对方来说低位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对方总想来告诉你怎么做 总想试图来帮你 甚至是影响你对某些人 某些事的看法之类的 不管你是否需要他们的这些帮助或者建议 都算都是试图在建立拯救和被拯救的共生关系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自恋者在这里面 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尤其是如果对方同时还有狩虐倾向 那么他们其实在你给他出主意解决的时候 并不会真的动脑子想 为什么你给出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我的就不行 或者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个解决方案呢 我和对方的想法差距在哪里呢 我应该如何学习这套逻辑呢 下回这样我就不用遇到类似的问题 再去麻烦别人了 对吧 不不不 他们没有这么想过 因为他们的心力 已经耗费在嫉妒别人 和别人比较 怎么控制别人为自己付出上了 所以真到了他们该动脑子的时候 他们反而没有精力了 他们要的是你对他们的关注力 和你替他们解决问题就好了 那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了一句 谁谁谁人蛮好的呀 哎你很欣赏 哇他们的病理性嫉妒心就起来了 然后他们认为 居然有人和我抢夺你的关注力 他是何方神圣啊 我都要看看他凭什么 把本该属于我的关注力给抢走了 而这个时候啊 无论对方男女啊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比较搞笑的是 他们找我疗愈的时候 并没有太痛苦到很难受 反而是当他们自己 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 如果发现啊 你和别人有更强烈的情感链接 甚至哪怕是不太好的业力纠缠 而他们和你却没有 他们会嫉妒到让自己解离的状态 那什么是解离呢 就好像你灵魂出窍了一样 有另一个你 以第三视角在看着现实中的你 在经历痛苦过程 就这样 你能想象一个人 记恨心啊 竟然可以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吗 以至于让自己解离吗 疗愈过程中 他们从来都没有解离过啊 但是嫉妒却让他们痛苦到解离 好 我们继续啊 当你某一天 比如你真的和他开始安眉起来了 进入了爱眉期 你会发现他们不断和你抱怨身边人 或者他自己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惨事 但是并不想去解决啊 还是期待你来背他们的情绪啊 并且你如果说要替他们解决 他们也会拖着并不去解决 因为他们习惯了受虐了呀 他们认为在关系中痛苦才是正常的 是自己熟悉的 而不痛苦 反而对他们来讲是不熟悉的 是令他们恐惧的 害怕的 如果你给他们尊重以爱 他们会想把你推开 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推开你啊 请就坡下驴 感谢对方离开 你才能成活自由 但是当你某一天并不能替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们潜意识里是什么样呢 哈 你也并不比我好到哪里去啊 看来你我也指望不上 我还不如去找另一个大腿来抱一下 就是这样的 所以资论者与你暧昧啊 并不是因为爱上你 而是因为他此时困在某个地方 在努力寻求一个大腿 一个靠山来抱而已 而当你并不能给予对方 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或者情感价值的时候 他们会果断的抛弃你 因为你对他们来讲没用了呀 有的自愿者呢 还会因为你没办法 在为他们提供帮助时呢 故意和你吵架 从而加深你的无力感 让你感受到你之前帮他们的那些忙啊 完全就是你自愿的 并且并不会感激你曾为他们做的任何事 毫无感人之心 所以你很痛苦 也很无力 抱着大腿或者靠山 也可以称之为雪包 你会发现啊 自愿者身边啊 总是有不同的雪包的 有的雪包可能提供他经济上的帮助 有的雪包提供他物质上的享受 还有的雪包提供他们社会上的身份地位 帮助他们进行社会身份越级上位 并且还同时被当成情绪垃圾桶 总之啊 你们都是他们的工具人而已 那既然你们这些雪包都是为我服的工具而已 我没有什么理由去爱你啊 但是 你们必须都爱我 必须选择我 这就是自愿者的另一个底层逻辑 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爱你啊 你做了什么让我觉得 你确实值得我的爱呢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突然明白 哦对 他一直都在说 为什么你不愿意承认 和我暧昧和我恋爱过 你是爱我的 来碍事你是爱他的 看到没 或者有人说 啊对 我说你作为我的父母 你根本不爱我 然后自愿者的回答居然是 那你爱我吗 他们没有说过他们爱你啊 从始至终 他们要的是你们必须选择他 必须臣服于他 并且必须爱他们 人家没说过和你交往是为了爱你啊 因为自愿者只是来向外索取的呀 最后再来看回席阶段 你会发现有的自恋者啊突然好久不联系你之后呢 突然联系你啊 然后说他自己怎么变好了呀 发生了什么好事啊 和你说有些有的没的啊 压根和你办门关系没有 然后你也不在意对吧 那他们这么做 其实是再一次试图引起你的注意力啊 如果你没有理他们 做的对啊 但是他们就会采取下一步 卖惨给你 博取你的同情心 比如说你不要我啦 我也在试图和你产生链接哦 我害怕被你抛弃呢 其实能说出这话的自恋者啊 多少还是对自己有些自知之明的 但是这种觉知呢并不深入 那此刻如果你非常有同情心啊 总是先去体谅别人的难处 而忽略自己的感受 你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就会去安抚对方的情绪 试图让对方好起来 这样你就再一次被他们拽回去了 因为他们要的是和以往那样 与你继续纠缠 他们并不想看到你改变了 如果你说他们这套打法 我也没中圈套 好接下来 他们会试图用你之前告诉他们的 你感觉到他们的某种做法 伤害了你的点来试图同理你 比如他们说 啊你之前说你不喜欢 我总是拿各种小事麻烦你 我现在明白了 确实如果别人这么对我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很烦 就这种类似的话啊 让你感觉啊 他明白了他懂了 不不不 不是啊 他只是用这样的方式 试图在讨好你 看似是同理你的感受了 其实才不是呢 他们这时候内心是很绝望的 他在用这种讨好的方式 试图拉你回到他们身边 本质上还是希望你不要抛弃他们 继续做他的血包 你只要相信了他们的话 他们还就会继续把你拉回以前的状态 与你继续纠缠 和你互相伤害 你说如果我还不上套 他们就可能用 我恨这个世界 我不想活了 啊 来试图获得负向关注力 而也就是你的负向攻击 这个时候啊 请记得一句话 就是关我屁事 你可以叫警察啊 但是你不参与整个过程 所以自始至终啊 他们都没有想过 真的面对自己的阴暗面去解决 从来没想过 要对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也从来没想过 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内在小孩 成为他的父母 给予他爱 因为他们根本不爱自己 也不爱自己的内在小孩 而他们只想对外索取爱 利益 性 社会威望和权利地位 那这样的人 如果真的下定节心去疗愈自己 面对自己的阴暗面 直到比较健康的话 我认为花上8到10年是需要的 很多自恋者一听这个 直接就不想再继续疗愈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觉得 如果我花8到10年时间去疗愈自己 我就老了呀 我就不年轻了呀 谁还会喜欢我 爱我呀 所以你们明白了吗 为什么他们会吸引NPD 或者暗黑思思三角人格了吗 因为他们的底层逻辑和信念 因为有毒人格 人格障碍的人 甚至没有区别的 所以他们同频相吸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也有类似情况 不想再遇到有毒人格或者人格障碍 你的底层逻辑和信念 必须全部改变 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 如果发现你找我疗愈 并不是因为真的想面对自己问题去解决的 而是把我当成止痛剂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什么时候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再说吧 我不接 最后应对方式 四不原则 不解释 不应急反应 不参与 不往心里去 冷漠对待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方的情绪作祟 妹的就是要你的关注力 你为他们付出 你去爱他们 可是他们从未想过为你做什么 他们只是单纯的要 你必须给 不给还不行 那我们就只能把他们剃出朋友圈了 因为没他们的日子 我们过得挺好的 当然我还是要感谢我的个案 他愿意分享出来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了解自恋者的底层逻辑 我也是非常感谢他 我也在和他的互动中呢 把我交给大家的东西呢 也全部落实了一遍 蛮好的 让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力量 我也祝福 他们能早日找回自己的力量 去面对自己的阴暗面 愿意给予自己那家小孩爱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欢迎您一键三连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